再來第二題,它是希望可以再開另外一個檔 這是PSD02-1 然後把它放到這個圖裡面 然後把它的不透明度設為50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先開檔,開啟舊檔 PSD01-1 它是PSD檔,所以是Adobe Photoshop 就這個,有點像是兩個 本來是一張圖,把它翻轉 水平翻轉一下 然後做變成左右 這張圖的話,它是希望按右鍵把它複製塗成 複製到這一張,就是PSD02.PSD 所以這邊目的的話,就選這一張 然後把它call過來 call過來之後,這邊就有PS 就這一張圖 然後它要把那個什麼呢 它要把它的不透明度 做成50 所以50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不透明度在這裡 拉一下 50,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時候50,它可以有點像半透明 所以50,你調一下 那如果你越不透明的話 它就越感覺好像越看不到 所以大概是30,像這樣 所以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感覺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要感受一下 不透明度 OK 好 這樣感覺就有點像 切過來看得很 可是它因為這個加了很多東西 看起來不是那麼明顯 可是這邊看得出來是優亮的 OK 那這個部分OK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題部分 第三題的話 就建立一個新塗層 然後把它填白色 塗層樣式 塗層樣式上禮拜做蠻多 塗層樣式 就是在那個 小說圖上填兩下 找到顏色覆蓋 然後呢 設定質要是裸光 色彩是186 186、90 然後塗層填滿為0 OK 所以這個我們先做 首先的話呢 要建立一個新塗層 所以一個 新塗層還記得吧 在右下角有一個建立新塗層 按一下 這邊就有個新塗層 那名稱要不要改 他還沒講 所以也許我們就不改 這個 或者你可以把它名稱叫 顏色覆蓋 也可以 然後呢 把顏色填滿 所以這個顏色給大家新塗層 這個馬賽克狀 表示他沒有填那個顏色 那如果你要填顏色還記得吧 哪邊呢 編輯有沒有 填滿還記得吧 填滿的部分的話 你要填什麼顏色 填白色 所以這邊有個白色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白的整個都填滿了 那當然因為填滿 他底下的東西就全部被蓋住了 所以接下來他希望做什麼 做一個塗層樣式 叫做顏色覆蓋 有點像是把它變成一個 有色的太陽眼鏡一樣 或者是一個好像 濾鏡一樣的效果 這個其實就是做 顏色覆蓋在哪裡 這邊就要 請你在這個小說圖上 快點亮相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這個小說圖上 快點亮相 他就會有一個塗層樣式 裡面的話呢 找到有一個選項 有一個顏色覆蓋 叫做顏色覆蓋 所以記得點一下顏色覆蓋 白色 他變成紅色 玉色好像紅的 但是他不是要紅的 他要什麼 186 186 RGB 然後90 剛剛不是有個數字 等於是這一串數字 把它打上去 然後樓光 設定值為樓光 然後把它塗成填滿的部分 按確定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 填滿部分 按確定 填滿部分就這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填滿是100% 所以把100改成0 OK 看一下 填滿 這個 填滿改成0 等一下 確定一下 他有兩個地方可以填滿 這個點兩下 打勾 這邊的 這個叫顏色覆蓋 我在想 這個也不對 然後 不對 這個地方的話 要改成什麼 樓光 有沒有看到哪裡有樓光 預設是正常 有沒有看到裡面沒有樓光 有樓光 顏色覆蓋 裡面的樓光 OK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 填滿的部分 把它改成0 你看看 有沒有 效果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就差這個動作 原來填滿是變成整個白 對不對 然後如果假設呢 你把剛剛的這個顏色覆蓋 在油光加上去之後 把填滿 這個是40 30 20 0 就是這樣 這個就有點像一個濾鏡的效果 OK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了 第三題的 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 他說 再一個新塗層 所以一樣 他一樣填滿白色 差別只是說呢 要把它改成叫做 漸層覆蓋效果 漸層效果 所以一樣的動作 再一個新塗層 再一樣在這邊怎麼樣 編集 填滿 白色 OK 填著白的 再來一樣點兩下 他說要用漸層覆蓋 所以漸層覆蓋打鍋 但是這個漸層覆蓋 他是希望覆蓋完之後就變成 有點像這樣 從這邊是紅 橙黃綠 有沒有藍 有沒有到這邊 然後這個右肺 有點像彩虹顏色 左邊到右邊彩虹顏色 這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是這一題比較難的 所以點兩下 找到什麼顏色覆蓋打鍋 OK 然後呢 顏色部分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感覺起來好像是什麼 有點像是 這個漸層的效果 所以這個的話 可能要看 我看提問有沒有特別講一下 他就講這樣 但是要怎麼做出呢 這個可能就比較難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那張圖先試入 新一個圖層 做出像剛剛這個動作 畫面先還給錄一下 然後再一個圖層 但是漸層覆蓋 要怎麼樣做剛剛好 做出像 題目所示的這個效果 這個的話 是這題比較難的部分 試一下 剛剛的這個圖層 題目是說要我們做什麼 做一個漸層覆蓋 不是顏色覆蓋 我剛剛選錯了 所以前面都一樣 最關鍵這個啦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是最難的 但是後面好像他都沒講 要幹嘛 所以怎麼辦 自己要試 我發現 最花時間就是這個地方 那我怎麼知道怎麼試 其實他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從這邊過來 好像是紅 這有點紅色吧 紅 橙 紅橙 黃有沒有 綠 藍色到這邊 紫色到這邊 然後再來就又 換成 顛倒的顏色 所以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填得剛剛好 這個就最花時間的 那我大概試了一下 我是直接這邊點兩下 然後找到的是 顏色覆蓋的下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要選這個才對的 我剛剛選錯了 選到漸層覆蓋 那漸層的話呢 把這個點一下 裡面當然一個比較像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在這個地方的左下角 這個好像前面也用過 光譜 光譜壓那個時候 這個就光譜 那光譜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他很像 我們需要的 有沒有 這個有點像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好像剛剛有過來 好像就是 大概是長這樣 只是 方向好像不對 應該是什麼 不是水平的 應該是垂直的 所以怎麼辦 這邊不是有反轉 反轉也不對啊 反轉是偏倒而已 所以呢 底下的話 有一個叫角度 本來是90度對不對 那你乾脆改成180 180的話 本來是垂直 180 180 不就是往左邊這邊旋轉 180 直接打180 有沒有看到 180的話呢 那出現的結果 好像就蠻接近的 有沒有發現 從這邊過來 好像就是 大概 蠻接近的 至於說 如果假設還有一點落差 你可以縮放 縮放的話 你可以往這邊縮 有沒有發現 這樣過來的話 這樣過來的話呢 這